大批工人頂著艷陽 在五輪西畔趕工作防汛牆 沒想到施工過程一波多折 冠槍模板突然崩裂 瞬間泥江四溢現場盲繩一團 原本的五輪西畔只有金屬護欄 防汛功能有限 大雨一來 溪水暴漲一提 接到瞬間水箱折果 水退之後政府緊急在西旁 放置一排水泥塊 仔細看水泥塊中 留有明顯空隙遇到電線桿阻隔 空隙更將近三十公分的寬度 只能應急 桿工新蓋防汛牆 用鋼筋混凝土取代基礎護欄 高度加高大約十公分 希望能夠在大雨來時 阻擋暴漲的溪水 但聽到大雨要來 當地民眾還是很緊張 五輪西連驗三年 今年最慘 眼看大雨 又要來報到 加高的堤防也無法挽回居民的信心 大家只能先做好最壞打算 記者朱丁龍 許志成 吉隆報導 總 王 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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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